大家好,我是康奇,来自京东物流技术与数据智能部 非常荣幸的能够参加本次Apache.com ASIA大会 我的presentation题目是基于Apache.flink的流P一体在京东物流的实现 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流处理在京东物流的概况 二是实现流P一体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 三是Flink流P一体的落地安利和优化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的计划 首先来看第一部分 简要介绍一下京东物流以及流处理在我们这里的现状 京东物流是中国领先的技术驱动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还有物流的服务商 我们的核心主要在于一体化供应链物流的服务 主要聚焦是六大行业建立了六大物流网络 能够高效的覆盖全国几乎所有的地区 足以90%的京东线上零售订单实现了当日打还有次打 由于我们的业务体量确实比较大 再一个是对时效性的有天然的要求 所以流计算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 那么这里展示的就是我们目前的作业规模 目前我们是运行的Flink流作业 主要是有1.12和1.14两种版本 总的作业数量达到了6000多个 占用资源大约是8万虚拟核 至于数据量方面 大促期间的关键作业的吞吐量 可以达到1亿条每秒或者以上 单个作业的状态量 最大的是达到了800多级笔 那么京东物流实时计算的基础设施呢 是在京东集团级别建设的 就叫做这个京东实时计算平台 简称叫JRC 那么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呢 就是JRC的简单的示意图 JRC平台上的所有Flink作业呢 都是容器化运行的 JDOS呢 就是京东内部的这个K8S容器运行 在存储方面呢 主要是支持好多HTFS 以及这个京东资源的这个 原源生分布式的存储 叫CubeFS 原来呢叫做除保FS 另外呢 Flink作业的这个高可用 由Zookeeper来提供支持 JRC平台呢 它的核心自然就是Flink Flink呢 是由这个集团内的实施平台研发团队 就是有专门的团队呢 基于社区的版本做了深度的定制 并且是提供Sirco 还有扎包这两种开发方式 充足不同的需求 另外呢 Flink作业的这个日志 还有监控的数据呢 都已经和已有的这个日志 还有监控服务集成了 那么呢 可以方便我们去快速的诊断 还有定位问题 另外呢 这个JRC Flink提供的Connector 也是非常丰富的 基本上就是覆盖了 绝大多数的Source和Sink的成绩 除了社区提供的呢 还有不少就是针对字研 还有二次开发的组件 就比如呢 JDQ Connector JDQ呢 就是京东内部基于卡夫卡 来定制的这个消息队列 主要是用于这个海量吞吐的数据场景 JMQ呢 也是京东自研的 是用于在线业务的消息队列 就是可能和RabbitMQ比较类似 在一个BinLake呢 就是统一BinLog服务 类似于Canel 或者是Debezzium 这样的开源组件呢 是提供通用的CDC能力的 存储方面呢 就是除了社区原生支持的比较常见的HVS HIF这些呢 还另外支持这个京东内部的KV存储 JMDB 这个是一个高性能分布式的KV存储 除了作为Redis的替代方案呢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 当弗林克状态特别大 或者是读写特别频繁 在场景下呢 可以部分的用JMDB来替代RocksDB 作为状态后端 这个灵活性呢 也是很高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一个概况的介绍 下一部分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流P一体的必要性 以及可行性 要谈流P一体的必要性呢 我们就不可避免的 或者说也是按照惯例吧 就是提一下这个经典的Lambda架构 虽然说它是 距离它被提出来的 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是它仍然在很多公司的业务中呢 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Lambda架构的这个思想 实际上比较简单直接 就是把处理链路 分成针对离线的这个BatchLayer 还有针对实时的SpeedLayer 这两层 虽然说它们看起来是并行的 但是离线计算的这个BatchLayer 很明显是一等公民 实际计算的反而不是 这是因为呢 就是按照传统的开发模式呢 在这个实际业务中呢 往往是先有离线数仓 离线数仓是先成熟 还稳定下来的 后有的这个实时方面的需求 或者是实时应用 并且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实时处理发展的早期 就是比如说在Storm那个年代 其实是无法保证结果准确性的 最多呢 给到的就是at least once 这样的语义 所以说呢 一旦出现了问题呢 还需要依赖这个离线计算的结果呢 做对比或者是修正 这样的工作 Lambda架构的好处呢 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就比如说通用乳棒 还有这两条连路之间相互独立嘛 也就是这个干扰比较小 但是呢 它的问题主要在于 这个batch layer和speed layer之间的业务呢 往往是有重叠的 所以说 同一套业务逻辑呢 我们用不同的技术战开发两次 这个呢 其实造成这个技术资源 一个比较可观的浪费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两套 既然技术战是不一样的嘛 那么它的这个 维护两套系统的这个overhead 也是不可忽略的 另外呢 对于数据质量这个方面呢 这个两条连路产生的结果呢 口径其实是不对齐的 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误差 那么呢 容易为这个下游的人员 比如说分析人员呢 还有BI人员 容易带来一些困扰 OK 那么和lambda架构相对的呢 其实就是kappa架构 这它相对来讲 不是那么的传统 它是这个streaming概念 兴起之后的产物 它是相对来讲比较激进 因为呢它就是直接舍弃了 bush layer和p处理 只有speed layer在这里 把这个speed layer作为唯一实现呢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消息中间键 然后再加上流数的引擎 就比如说spat streaming spat streaming flink这些东西 把整个连路给串了起来 那么这样呢 就是终于不再有两套引擎了 只有一套技术章了 那么就实现了统一 还有真正的实施 但是呢 kappa架构呢 它直接继承了这个传统消息中间键的 这个缺点 例如呢就很简单 就比如说数据回溯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 然后呢保存历史数据能力也有限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kappa的话 一般我们保留7天的数据 就已经差不多了 再一个呢就是olab能力 确实是比较差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在业务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痛点 就是有的时候呢 对这个数据的 对我们对这个数据的顺序呢 要求的这个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在这个消息队业层数越多 那么我这个保序的成本可能就越大 那么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呢 我们可能会考虑说 在中间层额外加上一些这个 实施能力比较好的olab引擎 就比如说 比较流行的呢 就是clickhouse或者是doris这些 那么顺带着呢 也就形成实时数仓的这样一个基本形态 但是呢 这种方案本质上 仍然就是向lambda架构去靠拢的 虽然是解决了不少问题 但是呢 离我们这个心目中的理想形态呢 总还是有不少差距 那么这个理想形态呢 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流PT 大家看里这个图啊 可能画的比较简单 但是关于这个流PT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在去年这个flink4的Asia 2021呢 在这个主旨演讲里呢 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了 这个定义呢 大概就是使用同一套的API 同一套的开发范式 来实现这个大数据的流计算 还有P计算 这样呢 从而保证去这个 从而去保证这个处理过程 还有结果的一致性 那其中呢 这个同一套API 同一套开发范式 如果去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开发工作中呢 其实就不仅仅是我们所利用的这个组件本身的能力了 更是指呢 就是在他们上面去 我们可能去构建出来这个完整的工具链 另外呢 对于大数据系统来说呢 这个计算还有存储 computing和storage 一直是大数据这面硬币的两面 最重要的两面 所以说呢 具体到流P体这个细分领域呢 所以我们还是要免不了去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统一的计算引擎 还有统一的存储引擎 这个方面来提供支持 那么关于计算和存储这两个方面呢 流P体计算出现的相对比较早一些 这个概念呢相对比较早一些 因为呢 这个Flink作为这个Google Data Flow Model的这样一个继承者 不管是精神还是实际上都是一个非常忠诚的继承者 实现的呢 也是比较完备 所以说呢 一般我们要去探索这个流P体的可情性呢 是从Flink入手啊 比较合适 OK 这个就是Flink作为统一计算引擎的能力 Flink呢 是从1.9版本开始呢 逐渐的去 把这个发展成流P体计算引擎作为目标 到了1.12和1.13版本呢 基本实现了啊 那么大家呢 可以就是从头 就是从上到下看这张图啊 Flink提供的这个SDK呢 是有两种 分别就是关系型SDK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Table Circle API 还有物理型SDK 也就是这个Data Stream API 目前呢 这个Circle API 还有Data Stream API呢 都是可以在这个流和P 两种模式下来运行的 那么旧的这个Data Set API呢 已经是被舍弃了 已经是deprecated了啊 那么保留这个Data Stream 而这个丢掉了Data Set呢 其实也是符合这个Data Flow模型的这个宗旨了 也就是呢 流处理先行 P处理作为流处理的特例啊 这个思想呢 目前来看是非常科学的啊 尤其呢 这个FlinkSofo 由于它的这个应用性比较好 通用性呢 也比较强 目前呢 是成为了这个开发RUPE任务的事实标准啊 不管是在京东 还是在其他的企业都是如此 那么在SDK下方呢 就是流P的执行引擎层了 这个执行引擎层的特点就是 首先呢 会用同一套DAG 就是有限无关图这样一个语意 来描述流和P的处理流程啊 并且呢 是用统一的这个Pipeline Region Scheduler 这样一个调度器进行调度 因为在旧版呢 实际上这个调度是割裂的 流作业呢 用的叫Eager调度 P作业呢 用的叫LazyFromSource这样调度 那么这个Pipeline Region Scheduler出现之后呢 就相当于把这两个给整合在一起了 它就是能够支持 就是比如说我既有流Task 有PTask 那么它是可以在一个DNA机里边混合执行 那么这个作业呢 Failover的力度呢 也就更细了 就是说原先我可能是整个作业 现在呢可以去以这个Pipeline Region为例度 去做Failover啊 那么作业恢复的成本 肯定是有相应的降低的 另外呢 再就是这个Shuffle Service 这个可插罚的这个Shuffle服务 再一个还有就是状态后端呢 也都可以在这个流和P 两种模式之间去做自由的适配 OK 这个是计算引擎方面的 那么在流PT的工具链方面呢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Fling Circle肯定是我们的首选 毕竟呢 就是有句老话嘛 这个Everyone No Circle是吧 前面是提到了这个 社区还有GRC平台的提供的这个Connector体系 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哈 这个关乎这个Fling Circle这个 互通能力啊 这个Connector体系当然是已经足够的丰富了 并且呢如果是业务上有其他的需求的话呢 Flink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标准化的 比如说Lup2Source Lup2Sync 还有这个Circle方面呢 是这个基于动态表的Dynamic Table Source Dynamic Table Sync这样的API呢 来实现我们自己的Connector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啊 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发布账包的方式 签到自己的作业里面 当然呢就是如果我们要一些UDF呢 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签入的 另外呢 Fling Circle最让人看重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原数据能力 也就是这个Catalog这样的能力啊 首先呢我们这个JRC是提供了全套的开发工具 还有呢就是集团内部建设的这个原数据中心啊 原数据中心服务在我们内部呢叫做数据星图啊 通过JRC和数据星图呢 我们可以几乎的无缝的把这个每个系统 各个系统之间的这个实时元数据 还有离线元数据呢都统一起来 并且复用啊 如果说这个实时元数据和离线元数据之间有差异怎么办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没法对齐的这个流表和批表之间呢 去手动的建立映射 这样一次建立之后呢 就可以再多处服用啊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有不少作业 尤其是这种拓扑比较简单的作业啊 像是这个流出数据直接入仓啊 这样的作业 只需要写一条非常简单的Sircle语句 Exert into Select 这样的简单的Sircle语句 就可以直接搞定了啊 非常方便 还有一点呢就是 既然Fling Circle要兼容P作业 但是我们传统 传统观点下这P作业呢 很多都是周期性的调度执行的啊 如果说我们用户把这个P作业 也迁移到Fling Circle来之后呢 他肯定是也希望继承原有的 就是这种调度的能力 那么针对这一点呢 就是JRC平台的Fling 还有我们内部的这个调度平台 叫做Buffalo 这两个之间呢是互通的啊 除了就是能够给Fling作业 本身的设定调度规则 还可以就是直接附用 原来P作业的这个依赖关系 这样的话呢 这个P作业的迁移 能更加平滑了 最后呢 就是Fling Circle这个产生数据之后呢 我们肯定还是想要用起来的 那么我们这里是支持这个 Fling Circle产生的这个实时结果 还有离线结果呢 是可以直接对接web服务 就比如 京东的这个数据可视化大屏 叫JDV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京东世界 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内部 孵化的一个服务叫做Udata 这个平台呢 是我们定位是数据 数据服务 还有分析一体化的平台 这样的话 Fling Circle产生的数据呢 就完全可以做到竖进起用 OK 计算和工具链都谈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流皮一体的存储了 Flinger的一个比较创新的思路呢 在于 他首先去和Hive做了深度的集成 并且呢 实现的很早 在1.11版本就实现了 那么这样呢 其实就将Hive变成了一个 支持增量读写的存储 除了传统的这个 批读 批写这样的操作之外呢 还可以支持流氏读 流氏写 并且呢 还是以这个 纯SURL的方式来调用的 门槛D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这个 调研中呢 有不少同学可能就是觉得 这个Flinger的Hive集成的 这个流皮的增量链路呢 有点鸡肋啊 当然在我们看来呢 它的意义其实还是挺大的 一个是呢 将这个数据的时效性 由天级别给提升到了 小时级别 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 再一个就是呢 流皮一体 它本身作为一个技术理念 本身其实不够直观 我们是需要让用户 去看到实际的收益 其实才能去推动 这个路过关键的改变 那么Hive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 非常广泛了 用户接触度呢 也比较高 那么具体的底层的话呢 这个HiveSource Flinger实现的这个新版HiveSource 是根据这个Flipper27 就是这个流皮一体Source的 这个规范严格的来实现的 那么流氏写入Hive呢 则是用这个 原先在这个FileSystem Connector里边 也存在的这个Streaming FileSync 来实现的 并且是分统的 这样的一个写入逻辑 那么用户需要指定的呢 就是这个分区提交策略 Partition Commit Strategy 还有这个滚动策略 就是Rolling Policy 这两个呢 它们是用来控制这个 Hive分区的可见性 还有这生成的文件力度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数据时效性 还有文件数目之间呢 去做出一些权衡 当然呢 就是小文件呢 对于我们这个系统的 这个稳定性是比较有害的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去提前关注 小文件问题 我们是在1.12之前 我们是通过这个 自定义分区提交策略来实现的 就是比较简单粗放 后来呢 Hive Connector就原生提供了 这个Auto Compaction 这样的参数 启用Auto Compaction之后呢 其实就是在原来的拓骨之后呢 去添加算子 就是包括这个Compact Coordinator Compact Operator 这样的算子 通过这些算子的处理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一个批词内的这个小文件 就合并起来 更加使用起来 是更加方便的 这个Flink Hub增量量 在我们内部实际上是 有了一定规模的部署的 但是呢 它也不是完美的 主要的问题还是有两个 一个是呢 Hive因为它本身定位的原因嘛 它对这个AC的事物没有支持 或者说呢 支持很少 如果我们这个数据 一旦是有update 或者是delete这样的需求 那是比较难办的 再一个是呢 Hive的这个原数据 原数据呢 它是强依赖这个Hive MetaStore 这样的一个存储 如果说呢 我们现在是 时效性一般都是小时级 那么呢 我们想要提升时效性 从小时级改成分钟级分区的话呢 这个MetaStore的压力 会显而易见的增大 那么呢 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之上 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答案实际上就是 最近 非常火的这个数据壶 存储 其实对于数据壶的概念 应该不用多说 大家肯定也不陌生了啊 在我们内部呢 主要是采用这个 数据壶三件课里边的 Iceberg 因为从历史上看的 这个弗林克 与Iceberg的集成 是比较积极 再一个呢 就是Iceberg在京东内部 推行的是比较早 那么Iceberg给自己的定位呢 非常清晰 它就是在计算层 还有物理存储层之间的 一种表格式 也就是中间层 它的这个数据 还有原数据呢 是按照 Snapshot Manifest 还有Data DataFiles 三级 那么这种组织情势呢 就可以让它 非常高效的去构建 这个Iceberg的 事物的支持 既然这里有了事物呢 再配合这个 弗林克的checkpoint 就可以比较完美的 实现exactly once 这样的语意 另外呢 Iceberg它的核心 在于这个增量快照的机制 这个增量快照 就让它能够支持 分钟级的这个 流失读和流失血 也就是说呢 只要我们这个业务的要求呢 不强要求秒级社交 只要不强要求秒级社交 我们就完全可以利用 这个Iceberg 来替代这个CAPA 架构里的消息堆裂 基本上就是无缝替代的 并且呢 还能保留这个数据分析的能力 除了这个数据分析能力 这就是一个基于快照的回溯 基于快照的回溯 比这个消息堆裂 比如说我要去从 某个位点指定位点 去replay数据的话呢 这个肯定是比较笨的 但是基于快照的回溯 显然就高效的多 另外还有一点 不得不提的就是呢 这个Iceberg的原数据 它是原生分布式存储的 它不会去依赖 这个类似Half Metal Store 这样的一个中心化存储 并且呢 它也比较flexible 也就是说呢 除了这个原数据方面 瓶颈没有了之外呢 并且呢 对于schema变更 就是schema evolution 这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这个Iceberg的 这个小文件问题呢 也是我们平时比较关注的 官方提供的是有两种方案 一个是呢 Flink这个rewrite files的 这个action 这个呢 它是实际上 就是以P模式执行的一个照本 还有一个就是 Iceberg应该是1.11版本 引入的这个write distribution mode 这样的参数 通过这种参数呢 设定分统 从源头上呢 是可以减少小文件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我们内部JRC平台呢 还提供了 就是类似hive的这样方法 也就是说呢 同样提供这种 类似auto-compaction 这种风格的参数呢 在后边添加这个compact coordinator 还有compact operator 这样的算字 只不过呢 就是会给设定一个增量值 也就是说呢 在每N次commit过后呢 去获取这个需要合并的snapshot 下面的文件 然后再执行合并的操作 对 好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介绍到这儿 下一部分呢 是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在流P方向做的一些实践 还有优化 第一个实践呢 其实就是流市和P市的数据集成 首先呢 我们是用flink bash circle呢 替代掉了一部分之前运行在内部这个BDP平台 也就是这个大数据平台上的hive作业 有hive on myproducer的作业 也有hive on spark的作业 事实证明呢 收效是非常好的 有一些作业的这个运行时长呢 缩短了二到三倍 也就是说明了 这个flink bash引擎呢 是十分高效的 这个事实呢 也是比较令我们感到振奋 因为在这个传统的认知里呢 flink一直是流墙披露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呢 flink bash引擎上升产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并且呢 再一个就是flink circle天然的支持 把这个处理完了的结果呢 去给写到其他的sync去 所以比这个hive平台呢 去是更加要灵活的 再有一个呢 BTP平台有一个问题 就是 晚上我们用来执行离线任务的 这个传统性呢 实际上是比较固定的 就是业务闲实嘛 但是呢 我们需要执行的这个离线任务 又越来越多 所以它的这个资源周用比较严重 有的作业的这个时效性呢 可能就没法保证了 但是呢 flink circle所以呢 是部署在GRC平台上的 就是说 它有专门的这个资源 所以说不会受到这种干扰 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需求呢 就是p流混合的数据集成 这种呢 也比较常见 其实呢 就是先从这个离线存储呢 去同步全量数据 或者呢 就是一定时间跨度内的这个历史数据 然后呢 再去转接到这个消息对裂 比如说GTQ呢 去同步增量数据 在这个方向呢 flink社区版其实是有一些动作的 1.13版本是提供了一个新特性 叫Hybrid Source 也就是混合源 能够把这个离线数据源 还有实时数据源组合起来录取 并且还能这个无缝切换 我们除了就是利用这个Hybrid Source之外呢 还有一种更直接一些的这个操作方式 也就是呢 先启动这个flink circle的P任务 执行完之后呢 再立即启动一个flink circle的流任务 并且呢 顺带指定它这个消费的起始为点 这个消费的起始为点呢 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 P任务完成的时候 最大的这个业务时间冲到去推定啊 这样实现的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了这个 之前说的这个统一元数据 这样一个支持 所以呢 我们也只需要一条sock 就可以完成这个 先执行一个P任务 然后无缝切换到流任务的 这样一个过程 非常简单的方便 第二个实践呢 就是我们物流内部的 这个抗疫专用的数据大评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自从这个20年 这个疫情发生以来呢 这个京东物流呢 一直就是发挥我们 这个在这方面的优势啊 并且我们是 有责任的供应链的公司嘛 所以是一直冲在 这个抗疫保护的最前线的 那么呢 我们是为了给这个 一线人员呢 还有管理层 提供是这个数据全景 还有这个 疫情下的这个决策知识呢 我们是专门建设了 这个抗疫专用的数据大评 来呈现一些关键的指标 比如说哈 有这个仓库 仓库园区 还有比如说站点 还有营业部的这个运营情况 还有呢 就是这个重点的 保供物资的这个 仓储出库 还有投地的这情况 再一个呢 可能还包括 比如说一线运力啊 之类的这些 总之这个 数据呢 是确实是比较多的 维度呢 当然也是非常复杂 数据量大 再一个呢 就是准确度要求 也是比较高 起初呢 我们这个传统的方案 就进行传统思路呢 就是直接用这个 T加E调动执行的 这个FlingP任务 去计算隔离的指标 但是呢 随着疫情形势的 这个不断发展变化 那么这个数据的实效性 肯定是也要升级的 那么呢 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 FlingHalf增量的这个链路呢 其实就可以完美的支持 这个小实际的增量数据产出 后来呢 需求方呢 又想把这个大屏 改成进时时更新的 并且呢 同时又可以展示 T-1的这个历史数据 基于这种需求呢 我们就用Iceberg 平替了Half 在这整个这个 时效性的这个叠大过程中呢 其实数据的schema 一直是没有变更的 对应的这个FlingSOCO语句呢 只需要一些小的修改啊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 SourceSync方面一些修改 比如说从Half迁移到Iceberg 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 至于计算逻辑呢 完全就是直接复用的 在这个整体的建设过程中呢 流皮一体的优势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在第三个实践呢 就是我们这个 在这个物流运营数据中心 就是LDC的这个 流皮一体化的尝试 目前呢 由于比较复杂 我们是在进行一个 小范围的推进和试点 LDC呢 是我们部门 对外提供的一个核心系统 包含的呢 比如说数据看板 时的监控 异常分析之类的 这些功能 它的特点呢 是流处理和批处理的 负载都很大 并且底层采用的组件呢 也比较繁杂 以这个实时监控为例吧 它的这个业务链路呢 就是 大家如果对这个行业 有些了解的话呢 可以知道 它这个链路 其实是非常长的 并且呢 弗林克作业 接入的数据源也比较多 在计算过程中呢 也要维护这个海量的状态 再有一点呢 就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 实时监控的任务 产生的这个 轻度聚合的数据呢 是落在ES里的 明信呢 是落Hive的 随着数据量的增大呢 这个ES 其实就显得 有些力不从心了 主要是这个 一日写入瓶颈 二日查询瓶颈 它的这个 OLAP能力呢 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并且呢 与Hive还是割裂的 因为这个系统呢 它本身也是 分钟级时效的 并不要求 就是说秒级时效 所以呢 我们是尝试用 Iceberg给替换掉了 原来的这个 ES和Hive组合 一是降低了成本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前置的弗林克作业的压力呢 也有一个不小的降低 三有一点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我们这个内部的服务 和分析平台Udata呢 它采用的存储引擎 是StarRocks 而StarRocks 有个特殊的能力 是可以直接 直接接入Iceberg外表 所以呢 这样呢 也直接 给我们这个 联邦查询的能力呢 上了一个台阶 OK 接下来再介绍一下 我们为这个 弗林克流批任务 做的一些调优 还有优化 这里呢 是用这个 说上图的形式呢 列出来了一些主要的点 其中呢 还有一些 这个老生常谈的 比如说这个 对于复杂拓谱任务呢 我可能需要关注 它的这个Network Buffer 还有网络容错性的 这样一些调优 大状态的任务呢 我们可能需要关注 它托管内存 还有LossDB的 一些Performance 这样的 这些呢 其实是比较通用的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说呢 这里就不再废话了 接下来聊的这个呢 主要是 一些比较 针对性的 优化吧 第一个呢 是这个流失sauce 变形度 还有围表状态的优化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两个方案 合二为一的一个 产生的一个结果 首先呢 这个围表hash join 这个feature呢 可能大家已经听过 不止一次了 是非常常见的优化了 它产生的一个情景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查围表的这个 lock up join节点 lock up join节点呢 和前面的这个 calc节点呢 一般是满足 这个算子量条件呢 他们就会 撑在一起来执行 但是数据流进 这个lock up join节点的时候呢 一般其实是没有这个keyby语义的 那么我这个相同体的数据 很有可能就会落在不同的sabotask上 那么就会 自然就会重复查询文条 重复查询围表 这个本地性呢 其实是打折扣了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JRC平台 在create围表的时候呢 是可以指定这样一个参数 叫look up hash enable 这样一个参数 把它指定成出呢 就可以按照join key来做hash 其实就是额外的 去走一条这个物理优化规则 在这个look up join节点 前面加入一个exchange 这样一个节点 这样经过一层hash之后呢 其实这个换送民众率呢 是有比较好的提升的 第二个呢 是让这个source来支持变性度的设置 这个呢 其实在社区这个flip146这个提案中呢 是已经提出来了 但是还未完成的那一部分 我们当前呢 说前于世间呢 是对比如说流式source这样的 就比如说是gdqgmq这样的source 来做了一个支持的 并且呢 也可以去支持这个分区数的推断 但是这里呢 就会引出来一个问题 既然这个partition数量 是不可能轻易更改的 那么我又想让这个后续的处理的 这个存储量呢 不受分区数的限制 那么就得扩大变形度 扩大变形度和这个source的 这个分区数或者说变形度 不一样的话呢 就会 就会出现就是说 key乱去这样一个现象 既然乱去是不可接受的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两个方案来进行一下合并 也就是说呢 把exchange这个节点呢 再往前提一步 提到这个source的后面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保证了我的这个 相同的主件 产生了这数据的顺序 并且呢 如果后边围表转的这个key 也是相同的key的话呢 其实就相当于顺便做了优化 这样的话呢 就是合二为一 比较简简 第二点要谈的呢 是这个p式状态 就是bash状态的这个 自动fallback的这样一个特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flingbash circle的这个状态算法呢 用的也是经典的状态算法 其实就是一个是hash状态 一个是sort merge状态 那么至于采用哪种状态算法呢 是在这个执行前呢 基于CBO 去决定该采用哪种算法的 但是呢 在我们就是大量的p作业的这个运行的实际操作中 发现呢 即使就是两张表已经足够大了 两张大表来做转 fling的CBO呢 仍然会比较倾向于是取用hash状态 就是我们其实很少见到这个job graph里出现sort merge状态的这个影子 fling的这个hash状态呢 其实具体来讲的叫hybrid hash状态 它的原理呢 大概就是这个flingblog里这张图所示的这个样子 它的这个特点是在build的阶段呢 会比较积极的去利用这个托管内存 如果build的表太大的话呢 它就会递规的把这个hash表给拆分开来 并且呢 一些尽量少的数据到磁盘 这个之所以尽量少的数据是因为 磁盘的这个性能毕竟不能与内存相比 但是呢 如果递规拆分了三次 这个托管内存还是不够用的 就会抛出这样的异常 就是这个hash状态 exceeded maximum number of recursions 这样的一个异常 这样作业就直接失败了 之前呢 我们也确定过 就是这个托管内存是不是不够大 以及这个转两边的这个key的规模呢 是不是能缩减 当然如果说呢 这两方面如果都没有优化空间了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采用了一种比较折中的方案 就是说一旦作业抛出来了这种异常 那么我们在下一次执行的时候呢 就会自动设定这个 一个参数叫table exec disabled operators 这样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其实作为调试用途的 它可以指定说我禁用哪些算子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如果把这个shuffle hash状态这个算子 给禁用掉的话呢 Fling就会强制使用sortomage状态来做了 这样的缺点 当然就是执行会比较慢一些 但是呢 作业肯定是可以稳定完成的 不过呢 我们认为就是 这个的根本原因呢 还是在于 FlingBatch中的这个 代价模型可能有一些小问题啊 我们去看了圆码 圆码本身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 准备是留在将来呢 去慢慢探索 看看有没有优化的空间 OK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呢 就是UDF原来是重用的这样一个优化 举个例子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sortomage 就是 它在那层呢 去调用一个UDF产生一个Map 然后在外层呢 是分别取这个Map里边的箭值 按照我们一般的思路的话呢 这个UDF应该 肯定是只调用一次吧 这个 取箭值的这个操作呢 就是从这个已经产生的这个Map去取 但是呢 如果我们观察这个代码生成器生成的这个代码 可以发现呢 其实我们 如果去N次这个箭值的话呢 这个UDF也会相应的调用N次 这里呢 很明显是有这个 潜在的性能问题了 这个潜在性能问题了 如果呢 我这个UDF本身 它本身就比较重计算 CPU棒的 这样一个特性的话呢 那么这性能平静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在我们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呢 主要是在于这个Calcite Calcite它本身其实不考虑这个UDF的确定性 也就是说呢 它默认对所有 它对所有UDF默认呢 它认为UDF相同的输入 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输出 所以呢 它每次都会重复调用 产生了结果再去取 但是呢 这个Flink本身 它这个function呢 是有一个 isDeterministic这样一个标记的 它表示这个函数是不是确定的 但是很不幸 Calcite并不去管这个flag 本身是一个什么值 在真正去修复之前呢 在我们内部 其实是有一个广泛采用的 一个workaround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写这种UDF的逻辑的时候呢 去加一个时间非常短的缓存 这个缓存可能就只有比如说几百毫秒到几秒这样的 其实呢 只要是让它小于这个UDF调用的间隔就可以啊 这样的话呢 执行到这个evaluate方法的时候呢 就可以避免重复计算 缺点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大家捞了不少胶水代码啊 其实不太适合作为通用的方案 考虑到呢 其实 我们如果去修改Calcite的这个手术很大啊 难度比较大 不太现实 所以呢 我们最终是尝试修改了这个Flink的代码生成器这一方面 呃 其实就是在这个代码生成的上下文 就是code generator contest 这样一个里面呢 呃 我们试图把这 在在这个阶段试图记住 UDF第一次调用产生的这个结果 其实就是下面这个external result啊 并且在之后呢 呃 去复用它 呃 对 比如说哈 对于这里展示这个情况 呃 在这个UDF第二次调用的时候 它生成的就不再是这个语句了 而是比如说就是external result 24等于external result8 这样一个代码其实就相当于是复用了 呃 当然呢 其实呃 为了保证最终结果不出错了 我们是会考虑这个呃 function的这个ease deterministic 这样一个flag的啊 呃 如果说为处的话 我们再采用这个优化 呃 那么经过验证呢 就是对于这个呃 CPU占有比较明显的这个UDF 呃 优化之后的这个占用率呢 是下降了大概有3到5倍啊 OK 最后一部分呢 呃 来介绍一下我们将来的一些计划 呃 第一个方向呢 肯定还是去推进 Flink Soco加UDF这种开发方式的一个普及 还有转变 呃 当然了这个也是呃 比较有利于我们后续去推广这个流PT的啊 呃 并且呢 我们现在呃 粗略的保守的估计 仍然还是有一半一半以上的这个存量作业 是用DataStream API来编写的啊 其中呢 呃 其实有很多可以配合我们这个JRC平台提供的能力呢 呃 比较轻量级的去转化成这个Flink Soco加UDF开发的这样一种方式 呃 这个呢 其实也就引出了第二个方向 呃 就是探索呢 这个Soco状态变更的一个知识 呃 并且呢 呃 用户对这个State Evolution 类似这样的机制呢 可能就更不了解了 呃 但是呢 这个作业修改之后 呃 不能从这个状态恢复的成本 其实又比较高 所以说呢 这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重点去关注 呃 第三个方向就是推广数据湖的应用 呃 也因为流PT这个概念兴起之后呢 现在湖仓一体也成为了今年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 很多业界业内的厂商其实都带跟进了 我们也希望这个数据湖技术呢 能够去赋能更多的业务啊 呃 第四个方向呢 是关注这个Flingk 1.15版本新推出的一个重要特性 就是Dynamic Table存储 呃 它的定位呢 是这个Flingk原生配备的这个 呃 轻量级的流PT存储引擎啊 这样的话呢 Flingk本身就有了存储的能力 我们的话呢 可能就是计划去探索一下它的使用场景 以及和我们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去结合的一个可能性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会去探索实现这个Flingk流作业 还有P作业的这个半自动调优啊 呃 因为这个Flingk作业的参数呢 毕竟可能对很多普通用户来说是添书啊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呃 这样的一些特性呢 对普通用户去屏蔽掉呃 参数方面的一些细节 让我们的这个Flingk作业呢 呃 跑得更加稳定 更加高效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本次演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